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我最近买到的蕾品 首先就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期待的 这个系列呢它名称叫Ultra Blotted Lip Blotted Lip这个系列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质地 它跟哑光的唇又不太一样 你刚涂上去你感觉它像是一种染唇液式的口红 可是它会自己干掉然后变成完全哑光的状态 然后我当时买了这个颜色 我看上面的试色超好看的 我现在就给你们试一下 就它的质地它的颜色真的是简直辣 那它涂上去的时候啊它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就是很薄很薄的一层 甚至呢它会有一点点盖不住你的唇色 这个就是涂上的效果 我刚刚去换了一下这个相机的电池 这会儿功夫它已经干掉了 就变成那种很雾面的状态了 这唇又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个地方它会有一点点头不匀 不好上色 如果在它没有干之前我这样拧嘴的话 它就直接缺掉了一块 这个涂起来呢还挺麻烦的 再给它补一层 我看试色还有看到这个唇膏的外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颜色超好看的 那种很有活力的大红色 可是上嘴之后完全不是一个大红色 好这个颜色呢 哎呀说实话还有一点点好看 这个嘴巴上的颜色跟这个管壁啊 其实差距挺大的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里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是更活力甚至有一点点偏橙的大红色 而我嘴巴上呢它是那种偏粉的 有一点点橡皮粉混在里面的那种大红色 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我的嘴巴特别的干 现在它已经在我嘴巴上干掉了嘛 我觉得嘴巴是很不舒服的 好像有的东西扒在了嘴巴上 扒得特别紧 还就是很不自在的感觉 觉得它的存在感很强 尤其是它在时间长之后 你在说话呀喝水呀 就是嘴巴一直这样动来动去的话 嘴巴它就会有一点裂成一块一块的 唇纹特别明显 然后会起嘴皮 然后就整个嘴巴特别不舒服 你看如果是一种特别干的唇膏啊 它涂在嘴巴上它会拔干 拔干之后让你的嘴巴皱在一起 所以里面这条交界线啊就会露出来 看到了吧 所以你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涂哪个唇膏的时候 这条线会非常明显 说明那个质地真的是太干了 它才会这样翻出来露出来 这个呢只能就是 把它涂一涂出个妆教 或者是拍拍照片可以用 那平时日常生活中真的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一支 不过这个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 它完全不粘杯 另外一个呢 是我之前开箱视频里给大家提到过的 是我们国货蓝色的 包装很好看的这么一块 三色遮瑕膏 这个后续呢 我就是在测试它嘛 哎呀这个 这个真的是难用啊 太辜负它的颜值了 你摸上去 我觉得特别的润 然后特别好推开 可是你在脸上呢 特别难让它溶进你的皮肤 并且它的遮瑕力特别低 还没有办法通过叠加创造更高的遮瑕力 因为它真的是假润 你把它拍来拍去呢 它只会粘得到处都是粘不匀 所以它没有办法把那个厚度把它叠加 所以这个呢 我就试过很多次 尝试跟它磨合 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雷的产品 不要被它的颜值所诱惑 所以虽然它也不贵吧 但是我还是挺失望的 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之前买 湿佩妮的化妆品遇到的一个 因为这个好像好评还挺多的 也有人推荐过 然后我就买了 可是呢 这叫润色玫瑰丝滑气质眼影 这个挺丝滑的没错 粉质感觉也挺细的 可是它的上色度真的是弱呀 真的是弱 并且涂出来呢 特别容易脱妆 刚刚其实我在手背上已经试过了 但是完全找不到了 我刚才你们看到了 我有一直在这取色呀 有一点点了 就它的显色度就是很弱 它是哑光的 因为适配你好多眼影 其实做的挺好的 粉质很好 显色度也很好 可是这一盘呢 真的是让我挺失望的 你看这四个颜色 就超级不饱和 最深的颜色呢 连手上的刷色都显得那么不均匀 我就打算特别简单的扫一下 它这里面的两个浅色呢 也不怎么实用 哎呀我就随便画了一下 你看这个酒红色在眼睛上呢 就是一个特别淡的红色 就它没有办法达到 它这个盘里面的这种饱和度 它这个盘里面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看 我就当时看到这个红色 才想买了这一盘 结果呢 这个颜色真的是没有办法 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挺失望的 不过对新手来说 也许这个还挺适合的 你看这个多次叠加之后 它的饱和度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不会手中 好今天就是充满了各种雷品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心情 爱你们 拜拜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收上这些雷品也想送给一个网友 就想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些产品的雷点 不过这个口红呢 我就不送了 因为我就是上嘴 上 上嘴 上嘴用过了 上嘴用过了 不太好意思再送给你们 再加上这个弯外的粉底液吧 这三个都是我的大雷品 不知道哪位幸运的观众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想试一下这些雷品的话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就是反正就玩一玩 试一试 也许说不定在你脸上就很有效果了 如果你想亲身感受一下他们的雷点的话 来我的微博评论转发这条视频 留言里面加上关键字雷品的观众 我会在有关键字雷品的转发评论里面 抽出一个观众送给你们 这些雷品 太坏了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希望大家